好這次用2000磅的炸彈 那2000磅的炸彈投不準 你投到這個安全區域 你投到目標之外 而且還離這個巡防艇很近 離海巡的巡防艇很近 一元洋指斗爆料 海巡差點被國軍幹掉 空軍在方寮演習 戰機飛彈竟然在海巡小艇旁邊爆炸 有海巡隊員差點下暈 它只有35噸級 然後它上面大概只搭載8到10個人 這個衝擊幾乎是要把這個船 有可能是先過去的 所以他們當初在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驚恐 事情發生在8月9號 嘉義空軍基地F16V型戰機 下午2點半執行炸彈投擲任務 在屏東方寮演習 海巡當時戒備的地方是安全區域 但飛彈發射後卻疑似落在恆春 從方寮到恆春 兩地直線距離有43公里 怎麼會發生這麼離譜的事 方寮當地漁民說 他們其實都會擔心 國軍的飛彈演習 還有人上爆料海巡2.0 抱怨 你有看過飛彈在你身邊爆炸嗎 搞得我就一看精神科 現在耳邊不時傳來爆炸聲響 到底是我幻聽 還是我有病 等等下班再去看精神科 現在很害怕 為了命中目標 且距離目標區過遠 造成陣波影響海巡漸情引擎 本軍深表歉意 空軍司令部承認疏失並表達歉意 說未來會檢討改進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